我們應該這樣子開放 要不要加入會員 想看我們Vic講幹話加入會員 加入會員 這是廢言 嗨大家好我是Vic 我們開始吧 我們今天要來和大家分享 拆車殼 為什麼要拆車殼 不只拆車殼連那個主線路上線路我們全部都要拆 我們第一集有和大家分享 就是介紹一些噴射零件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第二季的特別企劃就是 要把這台G5從化油變噴射 所以我們要 開始做一些拆卸 把一些零件 還有一些車殼等等一些 全部都要拆 這樣子到最後我們再把一些零件 噴射零件要裝上去會比較好 所以今天這一集 就是要把車殼 還蠻多的 真的要拆蠻多的 連油箱什麼那些都要拆 在拆的過程中盡量把拆的一些細節 仔細的帶給大家 所以不用多說 跟上我們腳步 我們現在開始一個一個全部拆 很可怕 我們在拆這些東西之前 我第一個習慣會先把電池拔掉 就是做斷電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會拆到主線路 所以避免一些短路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電池斷掉 那G5的電池在哪裡 在車廂 所以我們同步也會把車廂 整個都先拆卸下來 所以我們現在把電池斷開 車廂也要拆下來 所以斷電池的地方是在這裡 G5的電池是在這個 這顆螺絲你可以打開 螺絲打開 這樣子拔 拔下來後 可以看到這是電池 那 這邊以前會有一顆螺絲 可是我現在沒有鎖了 所以這顆螺絲 就可以不用拆 因為我有的已經不見了 然後拿出來後 我們習慣都是先斷什麼 都是先拆負的 對 拆下來 先斷電 好 就這樣子 電池就拆卸下來了 好 我們就先把它放到旁邊 接下來我們要拆車廂之前 大家都知道 我有裝那個行車紀錄器 所以行車紀錄器這邊 我們要先把它 整個線頭都怎樣 斷開 這樣子你看都斷開 主機在這邊 我都不會動到 這樣子 整個坐墊就可以 把它拔起來 菜座墊 G5的座墊 總共有 五顆螺絲 哪五顆 來跟大家講 一顆 兩顆 三顆 四顆 五顆 那一般 G5的螺絲 都是10號 可是因為我的車子 螺絲 不一樣 因為有些螺絲已經不見 我都找替代的 所以就會有8號 10號等等一些 這樣子 這樣子 你就可以把坐墊 整個拉起來了 怎麼看到 很簡單 我們準備開始要拆很多東西 那有些人都會問我說 那你拆下螺絲要怎麼收集 其實你是可以拿一個盒子 把拆下來的螺絲分 就是你要怎麼把分類 比不懂的人 你就把它分類 那像因為我們已經拆很多次了 拆到 我們已經是知道那些螺絲是要放在哪裡 所以我的習慣 基本上 我會把我全部所有的螺絲 全部都放在我的車廂 統一收集 我第一個我會先拆這個 好 前胸蓋 前胸蓋拆法很簡單 不用客氣 拉起來就好了 拆這個側邊蓋的時候 我習慣會先拆什麼 拆這個腳踏 因為G5的腳踏 側蓋這裡是有一個連接的 對 那我會同步一起送開 所以我們會先拆這個腳踏 那腳踏它有四顆螺絲 那四顆 這個 一 二 三 四 這邊四顆 可以再照一下 在拆這個腳踏之前 先把兩邊側條 先送開 對 那側條在哪裡 這裡 G5的側條 有幾顆螺絲 來 G5的側條 三顆螺絲 這邊一顆 這裡面一顆 這邊一顆 好 所以我們就 拆一下就可以了 G5拉側條 怎麼拉 它這邊是卡損式的 所以就是不客氣 這樣子拉 有沒有看到 不用客氣 沒在客氣的 這樣子拉 所以你可以看它這裡的構造是卡損式的 沒有拆過人不知道 對 拆過人 那我們第一次拆怎麼拆 小心翼翼的 所有車子在設計的時候 要嘛就是怎樣 往後拉 拆 要嘛就是怎樣 拉 所以在這之前 我們都會拿一個一字 稍微像是 下去怎樣 插進去 看一下它的這裡的構造是長怎樣 當我們看到 來這邊特寫 當我們看到 這裡你的構造是長這樣子 那我們就會判定 這個是拉的 但如果這邊還有多一個軌道 那代表你要先往後拉 再往 再拔出來 所以我們一開始不知道的時候 我們怎麼做 我們會拿一字這樣插進去 看一下 哦 它是誰做這樣 然後就不用客氣 來拔了 另外一邊也是 一樣三顆 這邊一顆 我剛剛已經拆了 這邊還有一顆 前面 這邊還有一顆 左右對稱 一樣 我都習慣 不用客氣 就這樣子 拆下來 對 比較唯獨要注意的是 G5中間這顆螺絲 它是長這樣子 這個是T邦娜的螺絲 有沒有看到 讓大家看 這是T邦娜的螺絲 G5側條這邊的螺絲 是長這樣子 平頭的 然後細紋 所以不要弄錯了 帶大家認識一下螺絲 所以你在拆的時候 直接要記住螺絲長怎樣 當然有拍片 如果是G5的話 它剛好可以看我們的 G5的螺絲我已經記到 唉 帶到一個地方 來 我們老雷都有那個 更換那個 汽油濾網 對不對 噴射的汽油濾網 是跟汽油Pump在一起的 那化油器呢 化油的汽油濾網長怎樣 來 這裡 這一顆 光陽的車子 很習慣坐在側條 側條旁邊 那邊是主線路是電 所以另外一邊一定是怎樣 有 所以是在這個地方 長這樣子 跟噴射怎樣 不一樣 好不好換 超好換的 好了 兩邊側條拆完後 我們現在要拆這個腳踏墊 腳踏墊有4顆螺絲 我剛剛有講4顆螺絲 哪4顆 1 2 3 4 這4顆 那我們要把它拆下來 那不好意思我要跟各位講喔 我這一台 我這一台G5喔 已經不是真的G5了 我已經全車雷霆化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等一下在拆的時候 讓大家知道為什麼我會說全車雷霆化 好了 來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要這邊 有卡榫 這邊有一個卡榫 對 那邊等一下再拆 這邊有一個卡榫 我要怎麼拆 這樣子 有沒有看 這邊有螺絲要拆 對 這邊有螺絲要拆 對 這邊有螺絲要拆 這邊有一顆螺絲要拆 這邊有一顆螺絲要拆 那邊也有 這邊 這邊有一顆螺絲 要拆 我跟你講 真的會拆很多 這樣子 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 不用啦 拿什麼螺絲 VIC拆東西 有沒有在客氣的 倒掉了 這個啦 喔那裡喔 靠腰勒 好 這裡撞掉了 但沒有注意到 所以這一片我們要怎樣 留著 還可以修補 因為我倒是要拿去烤漆嘛 我可以把這個腳 留著 然後給那個烤漆卡 去烤一下就好 剛才拆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 不用客氣 這都有辦法救 然後現在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的內磚 我們已經拆了 不是內磚 腳踏 對 也是內磚啦 對啊 內磚也拆了 我們現在要拆 這個 這兩個地方 在拆之前 我要先把我的 行車記錄器的GPS 要先拆下來 我要先把這個拆下來 因為我的車殼喔 會拿去烤漆啊 不知道是不是 我沒擦 當然沒擦啊 有什麼擦面 都要烤漆了 你還要不要對它優秀喔 不行的話 就是再買新殼啊 我要烤別的顏色啊 接下來 我們要先把 後面的扶手拆下來 很多人都問我 欸 Vick你這個工具很好用耶 很多人問我要去哪裡買 我說真的 我忘記喔 好多年了吧 超多年的 但是我當初就是想說 為什麼要買這樣子 是因為攜帶方便 來 我們現在拆那個 這個 後扶手 後扶手有幾顆螺絲 4顆 4顆 1顆 2顆 3顆 4顆 這4顆 來 螺絲這樣子 4顆 12號 記錄一下 就這4顆 對 手把 挺出來 好 我們現在 要把這個 車殼的側邊 整個全部卸下來 它是一體式的 你看 所以這邊有兩顆螺絲 我已經有先把車牌拆下來 所以這邊有兩顆螺絲 你拿10號 下去 踩就可以了 那我們螺絲看一下 這裡 螺絲 是長這樣子的 猜這個很簡單 就這樣子 好 你看 這個下來了 然後呢 開始 要把那個什麼 一些 線啊 線頭啊 下 這個是我們的GPS 天線 猜 有些人說AV可能好爽耶 這樣丟不會壞嗎 舊的不去 新的怎麼來啊 還是要啦 要不然你看我剛剛拆太出爐了 這邊斷掉 這邊有線 大家來看 左右兩邊有線 就是你的方向燈 這兩邊就是方向燈 跟那個什麼 主線路 所以這邊的線頭 就是這樣拆 對 幫我扶著一下 對 這樣子拆 好 這是右邊的 左邊這邊也有 那為什麼 其實不會有兩個接頭 來我等一下拆下來給大家看 就這樣子 不會有兩個接頭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多加裝的 大家 知不知道 我這邊腳踏 有裝什麼 LED燈 我打方向燈的時候 我這裡腳踏會發亮喔 來照一下我好了 這裡 有沒有LED燈 有沒有興趣想要知道的人 想要知道這個怎麼裝的人 下面留言 我在安排 告訴大家 這怎麼裝 好了 我們現在要來拆 拆這個 我們要拆前面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從 中間拆到後面已經完成了 那拆這裡我們先拆上面 從頭這裡要怎麼拆 來 兩個後照鏡 把它拆掉 拿那個開口17號 下去拆 這個之前喔 都有講過 我們因為都會有新車 新粉絲進來我們嗎 來拆這個 這個 到時候都會換掉 都是那個什麼 褪色了 你這樣改在這裡 直接都要送掉 對 要換在車裡 那是一整組的 沒有 沒有啊 這個啊 一整組的啊 沒有那個沒差 換噴射這個沒差 我們現在要拆這個龍頭 內裝 有分裡面跟外面 外面是殼 裡面叫內裝 那拆法很簡單 對 五顆螺絲 一顆 兩顆 三顆 這邊是一顆 這邊還有一顆 六顆 沒有那個是前面的 我們要先拆裡面的 裡面 裡面就只有五顆 對 那我曾經有講過 最重要的是這一顆 這一顆是最重要的 來記錄一下 就是這個螺絲 這個螺絲是最重要的 就是中間這一顆 來我們現在來拆這個 內裝 G5龍頭拆內裝 之前我們在更換那個煞車友的時候 有跟大家講 是哪幾個卡榫 這邊 卡榫地方是這裡 一 二 三 這邊已經鬆了馬了 對不對 就一二三 你可以拿一字下去 啪 啊如果你有拆過的人 他其實很好 你可以這樣子壓 有沒有看到 開了 壓 拉 對 有沒有看到 是一個巧勁而已 因為我們之前有分享那個駐車燈 那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我喜歡模組化 有沒有覺得很方便 模組化的好處是什麼 不會影響到我 今天會稍微 拆一些重要的東西下來 然後 下一集我們也會再慢慢 邊拆邊裝的 來 這裡 整個 儀表我們都會換掉 第一集我們有講 因為G5畫油的儀表跟噴射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會把它換掉 這邊有一輪螺絲 這個螺絲要不要抓 要 我們這邊 NAP已經拆完了 我們現在要拆這裡 外面的 這個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 來 G5還是很容易怎樣 斷了 你看我這邊斷掉了 不然有沒有看到 這裡 所以 我很多車殼都要怎樣 都要換掉 對啊 搞不好我會買新的 欸來 我買新的 我再拿去烤漆 一定很多人會說 你神經病喔 買新的是一筆錢耶 然後又要再烤漆是一筆錢耶 這什麼意思 會牽給老婆看來 他是說老是有錢 這樣意思 不好說 來 我們現在要拆這個 這邊有一個最重要的螺絲 來 這裡要拆 這樣子 這個螺絲是敞的 很多人這顆螺絲會不見 不用擔心 買得到 對 對 來記錄一下 這是產的 這顆螺絲很重要 這個可以先 轉 因為我的已經斷掉了 對 拆 有沒有看 然後這個呢 拔 不用客氣 上面拆完了 我們要拆 這個底板的 我們先把斜板拆下來 四顆螺絲 四顆 四顆 來這裡 鞋板有四顆螺絲 這邊有兩顆 來 離開 不要擋到 這邊有兩顆 來 鞋板這樣拆了 然後我們現在 這裡有一個小燈 接口把它拆開就好 我們 終於要拆這個鞋板了 這個鞋板的拆法 很麻煩 為什麼 雷霆 拆這個鞋板 它不需要拆輪胎 哈哈哈哈 但是G5 跟超5 他們拆這個鞋板 對不對 輪胎要拆下來 整個才可以卸下來 只是我們在拆輪胎之前 我們先怎樣 先鬆動幾顆螺絲 先拆這個鞋板 拆這個鞋板 它的設計 跟那個雷鐵很像 它這邊有釦子 很難照到 這邊有釦子 這邊有一個釦子 這邊裡面有一個釦子 總共有四個釦子 我們有說過這個釦子要怎麼做 插進去 插進去就對了 插進去 拿一次 然後這樣 插 出來了 就這一個 好 四個都一樣 下去做就可以了 好 來 我來做了 來 再來是拆螺絲 這裡 有幾顆螺絲 這邊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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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有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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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是對稱的 這邊還有一顆 對 這邊一顆 這邊有兩顆 這邊有兩顆 我們先把螺絲拆 我跟你講我的拆法是怎樣 這兩顆先拆 因為我們沒有椅子 所以最上面這一顆先怎樣 最後拆 它至少還可以怎樣 撐住 等一下我們在拆輪胎的時候 會比較快一點 好 剛剛還是先去把我的那個 那個什麼 椅子 請出來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拆車 前輪的 把前輪拆下來 我這個軸心換掉了 我換那個 兩邊有螺絲的那個白鐵軸心 因為我這台已經不是G5的系統了 我為什麼會講不是G5系統 因為我把三角台換成雷霆 所以我這個已經是33星的 整個都是雷霆系統 白鐵的就是怎樣 不容易生鏽啦 所以晨熙你未來有機會可以考慮 而且你看它左右兩邊都是怎樣 都是有螺絲的 所以可以自己去調整 對 沒錯 其實這個東西很好 我們現在要把它扶起來 我突然想到要先拆啊 好險有墊墊子啊 我突然想到它會卡到我這裡的輪框啊 我突然想到它會卡到我這裡的輪框啊 哈哈 啊沒有辦法 這樣子啊 出來了 好來大家看一下 這個未來也是要整理的內容 你看 神秀 好 煞車皮都變直了 這些都到最後會晃 好我們會拍一集 你看這邊 整個都秀了 我這個已經自己分解過一次了 還是一樣 疊盤 都生鏽了 但是這裡疊盤生鏽有沒有問題 沒關係 因為它是外面 你看摸 有沒有吃勾 沒有 沒有耶 對不對 但是因為這個是固定疊 我這個對視呢 我這個是對視卡鉗 它是固定的 它沒有浮動 所以到這個疊盤 我要換成浮動疊盤 要不然如果沒有換的話 這個疊盤很容易怎樣 歪掉 因為它的受力不平均 它壓的時候 只要你的卡鉗 自中沒有做好 自中啊 沒有做好 它會讓這個疊盤歪掉 所以卡鉗自中對不對 我們會盡量的去做好 再搭配浮動疊盤 這個疊盤歪掉機會不會很大 但是這個疊盤還可不可以用 還可以啊 可是我就是想換 我們現在要 把這個斜板卸下來 你們看 卸下來了 很簡單 我讓大家看一個東西 等一下我拆一下 讓大家看一個東西 先拆街頭 把街頭都拆一拆 這邊方向燈的街頭 拆 這裡 對 這裡 菜 怎麼卸下來 有沒有看到 來跟各位講一下 當初我玩電燈有玩多厲害 有沒有看到我的區域這邊塞了什麼燈 這個是高瓦數的LED燈 我跟大家講 在七八年前 LED燈還沒有很盛行 就是那個現在什麼高瓦數的LED燈 都還沒有盛行的時候 我已經在玩 而且這個我是拿Cream Cream 美國的那個晶片 HIPOLED燈 這一顆五瓦 我這是藍色的 你知道那個時候我玩到是怎樣 地板照下去全都藍 改天這個 恢復一下好了 讓大家看一下 我當初玩電燈 是這麼玩的 對 這個線子我都還留著呢 你看這裡的配線 這裡 是沒有接 我沒有接 而且你看我還把它模組化 有沒有看到 當初我在玩電燈的時候 這裡接頭 我模組化 只要接上去那兩顆就亮了 到最後我們接給大家看 我到最後這台車 我會把這個電燈復原 然後做一些開關的控制 讓大家知道 原來我以前玩改裝燈 是玩到怎樣的程度 我們玩歸往 但還是要安全器也要付 好啦 那這樣子全部 這邊都 做得差不多了 我們剩下最後一個 是內裝 就是這裡的這個內裝 但是在拆這個內裝之前 我們先把前輪怎樣 先付歸 這個拆喔 就需要一點時間了 為什麼要斷電 有沒有發現到 這邊都是線頭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要斷電 就是在這裡 這邊兩個大的 有一個車子很可愛 這個叫什麼名字 哈哈我不知道 但是 我們在叫材料行內裝的時候 我們都會 直接跟他講說 我會不會要這個啊 我們要來拆油箱了 拆油箱的方法一樣 你看 真的很難頂啊 拿椅子稍微這樣子 這個就是 鬆了 你看 所以你的很好用啊 這就是我講的灰塵卡太多了 它會卡得很緊 這個到時候我們換別的顏色好了 這邊油箱喔 一樣就是三顆螺絲 這邊一顆 這個是車殼的喔 這邊還有一顆 然後這裡面 最裡面還有一顆 你看 藏得多裡面啊 那我們先拆最外面的 這真的是 不是說不拍給大家 是真的有時候 很難拍 好 剩下的是哪裡 鎖頭了嘛 鎖頭這裡了 一樣是這顆螺絲 這一顆 很簡單啊 有沒有發現到我們把東西模組的話 要拆線 要怎麼樣 都很容易 好啦 好這裡拆完後 對 還有一個地方 這邊不用擺 中間這裡 這一顆 每次都忘了 對 這個掛鉤到最後 我會換那個VJR VJR有專用的 它旁邊有充電 我會用那一個 喔 你可以把它弄掉 對我想要把它弄掉 所以這個內裝我會換掉了 好啦 有沒有看到內裝已經 最後一個內裝要拆出來 來 你看 請出來了 好 我們這邊全部都拆完了 今天大概差不多是這樣子 我們下一次還會再拆什麼 我們會把電線全部拆掉 這個油箱會拆掉 油箱拆掉 這個Pump 都會換掉 這個 整個都會拆掉 這整個全部都會拆掉 所以這個就是很簡單的把整個車殼拆掉 主線路完我們還沒有拆 今天先這樣子 因為 要把車子變成噴射 真的要拆的東西很多 我們一步一步 待著大家 怎麼拆 這樣子 往後一些影片我們會盡量的拍仔細給大家 對 當然有不足的地方 也要請大家盡量一下 這樣子 好啦今天影片到這裡了 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一樣記得打開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再見